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在這個外太空 沒有其他的物體作用 現在有質量M1跟M2 他們的距離本來也是低 由鏡子釋放 到最後互相吸引 然後他們的距離變成低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問說第一小圖 M1跟M2它的動量比什麼? 它動量比是1比1,為什麼? 因為整個把這個看成一個系統 沒有受害力 所以動量等於0 也就是說P1 在吸引的過程中的任何時刻 P1加上P2 總動量等於0 那也就是說 P1始終會等於P2 從頭到尾這個都是乘以0 所以動量比的話是1比1 也就是說P1比3 P2 這是1比1 再來我們看第二小圖 動能比 好 那吸引過來以後 兩個都有速度 那就有動能 那我們曉得這個動能EK 所以每個 每個指點 它的動能都是等於2M分之P平方 像兩個指點它的動量一樣 所以它動能跟質量乘環比 這個動能比 就是1K1 比上1K2 這是M2 比上M1 這是第二小圖 好 那我們看第三小圖 第三小圖 第三小圖 它問說 這個M1的動能 好 那M1的動能 我們知道總動能哪裡來 總動能都是胃能變的 也就是總動能的 多少 總動能 是等於 胃能的改變量 胃能消失以後變成的動能 本來胃能多少 本來胃能是D 部份之電是M1 1M2 1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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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B 1B 2B 2B 1B 甚至是 M1 M2 這些動能它怎麼分配 我們叫動能跟質量長安比 所以我就把這個動能 分配成多少呢 M1加M2等分 那這個M1它獲得幾等分率 M1它獲得M2等分 乘以EKT 那這樣這個就是答案 所以是等於 M1加M2 D 分子多少呢 Z Me 那M2現在有兩個 M2的平衡